Zither Harp 第十八集 妙手空空见其功 前文在族的书节上一会 话说凌落与他们 在通仙之宠里面 第一关面对着的是 二十年前的一代大俠 童江海 列地无伤 鬼影无踪 童江海似着自己两大绝项 列地拳和鬼影步 就算一个打五个 仍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而这个时候 陈空就说了 是吗 同前辈 你真的有把握杀死我们五个 说完 陈空出手 追风陈空 身形如风 他就好像一道清风一样 轻飘飘地掠过童江海身边 来到目翼旁边站顶 然后他微微笑一笑继续说了 同前辈 你所言甚是 万辈的确擅长妙手胸胸之术 虽然万辈妙手胸胸 确实对你没什么威胁 但是 如果加上独花秦灵仪呢 一边说 陈空就慢慢举起一只手 只见手上面 有一颗血红色的珠 正在陈空的手掌心那里 慢慢转着 童江海见到那颗珠 大惊失色 我的千年网珠 这个妙手胸胸真是叹为观止 原来就是在刚才 陈空掠过童江海的瞬间 已经顺手牵羊 将童江海怀内的那颗千年网珠 偷到手了 虽然童江海功力深厚 但毕竟不是百毒不侵 要不然也不用用千年网珠来护身 没有千年网珠的牵制 她根本就没办法对付秦灵仪的毒 而毒花秦灵仪呢 是无物不毒的 见到陈空得手 秦灵仪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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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形一访 就逼近童江海 而她所到之处 都带起了一阵七彩的烟雾 童江海见世色不对 马上向后跳开 而这个时候 一个紫色的身影闪过 陈空又出现了 她截着同江海身后的退路 而论速度 在场这么多人 当然以追封陈空的速度为最快 同江海覆背受敌 唯有一拳接一拳地向后揮出 论速度 她就远远比不上陈空 她唯有借助列地拳的拳风 鼓动气流 去阻击陈空的追击 说到这里 真是要赞赞陈空一双妙手空空 确实是灵活无比 童江海那些拳头弃勁 一浪接一浪 中间的空隙可谓少之又少 而陈空那双考手 就如同荆涛蟹浪上面一叶沽舟 在那裙之间左闪右臂 飞快地向童江海逼迫去 童江海现在的面色很难看 她可以不理陈空追击 但以陈空的速度 绝对会纏到自己确实 废拳去拦阻她 那就等于浪费时间 没有太大效果 不竟秦菱儿目逆已经追紧上来 只见秦菱儿 十指轻轻在那裏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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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颜色的烟雾 就像一条条丝般 飞向童江海 童江海马上左闪右臂 但是故此失皮 守望脚乱底下右手的墨门 被陈空一指点中 月位被点中 童江海全身汽血一制 身形黏一黏 緊接著就被秦鱗兒一道紫色煙幕打到應一應 而木翼亦很快跟上來 右手微微遞起 擺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姿勢 這個姿勢為何會這麼奇怪 怪到連零落雨都不由得被她的姿勢所吸引 只見木翼現在還是空著對手 但認識木翼的人都會感覺到 那個只是一個出刀的姿勢 木翼的鬼刀究竟藏在哪裡呢 那把刀是怎樣的呢 直到今時今日似乎都沒有人見過 因為見過那把鬼刀的人都已經死了 木翼從來都不輕易出手 出刀之時必定是一刀穿心 終於鬼刀出竅了 寒光一閃 除了銅光海的胸口多了個孔之外呢 在場那麼多人 仍然是沒有人看清楚木翼那把刀 唉 結束了 終於結束了 零落雨長輸一口氣 秦靈兒挖了零落雨一眼就叫她 如果零公子肯出手的話 相信結束得更快 零落雨又笑一笑 哼 我 都只有個個幾樣保命的小技巧 可能困住同江海都還可以 要擊殺她 還要勞煩幾位 停了一停 零落雨又說了 何況 我們剛剛才進入通仙之寵 當然要適當留些底牌 童江海始終都算是一代大俠 晚年竟落得如此下場 唉 可惜 童江海一定要殺我們 他不死就是我們死了 在兩者之間 我們也只能選擇殺了他 沒錯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聽到零落雨這樣說 牧翼 陳空 韓少都咬咬頭 而秦靈兒哭了一聲 見牧翼他們三個都認同零落雨 亦沒有再多說 擔光頭望望遠方 零落雨又慢慢說了 第一關 就是同江海那樣的高手 上邊接下來遇到的首關之人 只會越來越強 其實我們的目的很簡單 只需要活下去 沒錯 要活下去 這是他們共同的心願 五個人看著遠方 堅定地咬咬咬頭 然後他們邁開大步 向前走 走了很久很久 因為這個荒野真是很大 通仙之寵究竟在哪個方向 零落雨不知道 荒野究竟有多大 零落雨亦不清楚 他只知道 這個荒野大到離譜 根據自己的認識 整個牧國國境內 根本找不到一個地方 跟這裡相符 至於牧國以外有沒有這樣的地方 零落雨亦未去過 典籍內 亦很少有這方面的記載 零落雨他們五個人 在荒野上逛了整整三天 荒野仍然無邊無際 看不到盡頭 不過不知道是否同江海危言聳聽 還是因為其他原因 同江海之前不是說 他們五個人會遭遇重重阻撓嗎 但是零落雨他們根本就沒有遇到過 也不知道 這個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不過 連續三天不斷走 現在五個人要面對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食物和水源 雖然吃的東西 五個人準備得挺充分 不過 就算省著來吃 都吃了三天 已經所剩無幾 而更加要命的就是 水源 幾天不吃東西 你沒有臨高手 勉強都能捱得住 但如果幾天不喝水 相信很少有人可以做到這一點 除非真是那些招風飲露的神仙中人 而眼前這一片荒野 雜草都沒有條 更加不要說江河湖博之類的水源 除了地上落腳的地方是黃土不是黃沙之外 這個環境和沙漠差不多 可能再過多幾天 不用人家阻擋我們一行人 我們 都很難走出這片荒野 零落雨 舔舔舔自己的嘴唇 都已經裂開了 摸摸腰帶上面的水囊 已經砍了 沒有水了 唉 他真是頭痕 看著同樣是狼狽不堪的沐翼陳空幾個 零落雨都不禁皺眉頭 其實 由今天早上開始 幾個人的水囊裡的水已經喝光了 在荒野裡 又走了整整一天 幾個人是一滴水都沒有喝過 沐翼這個時候 脫下腰間的水囊 用力拼了兩拼 擔高頭 把水囊口貼緊自己的嘴唇 可惜一滴水都沒有流下來 無疑他不服氣 尤其是不斷搖水囊 吐蟲也沒有 勾到他把水囊扔到軟一軟 蛤 嘗嘗嘗 撞鬼你啊 這個荒地 這麼大 而陳空 早就已經不是之前那個瀟灑盡浪的樣子了 因為缺水的關係 他現在整個人乾爭爭 嘔嘔嘔 說話都有氣無力 沐兄 你也是節省點力 用來趕路 小說話 多做事 沐翼挖了陳空一眼 向著自己擲水囊的方向就不斷跑了 當然啦 出氣還出氣都還要收拾水囊回來 畢竟 那個是沐翼唯一的水囊 這個缺水的荒野裡面 萬一真是這麼幸運 發現水源沒有水囊裝水的話 你也不是說多麻煩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第十九集 魚雷冠以虎公子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會 話說零落雨他們五個人 在毛邊荒野上逛了足足三天 乾糧還剩下一點 但水已經喝到盡了 沐翼發脾氣 禮手把自己的水囊扔到軟一軟 不過始終都要找回來 於是 他向著自己扔水囊的方向跑過去 雖然因為缺水 沐翼的體力下降了很多 但他的速度仍然很快 幾個起落 沐翼就已經跑到水囊跌在那裡的地方 在地上撿起水囊 拍拍上面的黃土 後面桶又把乾糧的水囊重新綁回腰間 正當他打算轉身走廁 他突然面色一變 接著就狂笑 啺啺啺啺 快過來 水呀 是水呀 靈公子 陳卿 木卿 快過來 前面有水源 聽到牧翼喊說前方沒多遠有水 靈樂與幾個順著牧翼手指的方向望過去 但見前面沒多遠 一汪逼波 正在夕陽的餘暉照射下閃閃發光 真是狗漢馮金露 幾個人在狂叫歡呼 我木翼鬼都一出鬼神推避 如果真是禁收家在渴死的話 我錄到九泉之下都沒面見人 是呀 木兄 小妹我也算是有幾分知識 不過如果真是天道紅顏的話 似乎都輪不到我 至少比起巡紙碟來說 小妹真是至愧不如 聽到秦靈兒提起秦子碟的名字 靈樂與呆呆了一呆 那個完美無缺的容顏 有時浮現在靈樂與的眼前 想起子碟可能都會遇到 好像自己一樣的種種情況 靈樂與也忍不住擔憂 忍不住難過 子碟 他也進入了通仙之寵 而且是孤身一人進來的 也不知道 子碟現在到底怎樣 他是不是都在這個荒野之中 唉 心想 都是怪自己 怪自己沒有能力 保護自己心愛的女人 怪自己沒有能力 阻止自己心愛的女人 孤身犯險 唉 連自己最愛的女人 都保護不到自己 還算是個男人嗎 唉 不過說說說說 或者在這個通仙之寵裡 自己連自保的能力都沒有 靈樂與虎笑著領領頭 心裡暗字就發誓 終有一天 自己會站在世界最巔峰 不會被自己所愛的女人受到任何傷害 而在這一刻 這位白衣少年的目光裡 充滿了無窮的鬥志 任何困難 在他眼中 都是微不足道的 閒話休題 言歸正傳 見到有水 幾個人就趕快 順著水源的方向狂奔 很快 一個方圓大概幾十像的湖仔 就出現在眾人的眼前 那個湖薄的周圍 是一片碧綠的青草地 上面還有一些灌木蟲 大概有半個人那麼高 嘩 整整走了三天 眼中所見 飛沙走石都是黃土 忽然之間出現一抹綠色 真是令到幾個人倍感親切 而就在這時候 秦靈兒一聲驚叫 看看 什麼來的 那裡為什麼會有一個草棚 靈樂宇 陳空對望一眼 陳空的虎少主說 齁 靈公子 看來 這裡的水 都不是那麼容易被我們喝得到的 而一向很少說話的韓少 突然接口就說了 哼 看來 要喝水 就要先殺了那幾個人 不過看來 那幾個人 都不是那麼容易殺 秦靈兒打了個突 有幾個 噢 同江海一個都那麼難殺 這裡居然有幾個 陳空暗頭 嗯 韓兄所言甚是 準確來說 應該是五個人 五個和同江海相差無幾的高手 噢 甚至乎我能夠感覺到其中一個 比同江海還要厲害的 而就在這時候 五個人距離草鵬大概是二三十丈的距離 他們五個都能看到草鵬裡面 是有五個人 準確來說 是五個男人 而陳空不僅先讓其他人知道對方的人數 就連對方的實力都早已經清楚 這一點就令到其他四個人佩服不宜 目翼不禁嘆一口氣 唉 陳兄 雖然你威裂四大殺手 但世人只知道你手腳奇快無比 妙手洶洶之順 天下無傷 至於陳兄你的戰績就很少聽聞過 也很少聽聞說你殺過什麼人 以前呢 我一直覺得你和我齊明是很不服氣的 現在我才知道 陳兄你才是真正的心不可測 陳兄微微一笑 哈 牧兄你過獎了 我只不過是感應能力 比朱偉稍微強一點 韓兄的暗氣 牧兄你的村心一刀 陳妹妹的用毒功夫才真正一絕 凌諾雨也笑了 現在大敵當前 誰強誰弱的問題 都是等到以後有空再說 當無至急 都是要先把眼前的問題解決才說 陳兄又嘗嘗嘗嘗嘗嘗 沒錯 寧公子你所言甚是 他們一邊走一邊說 距離草鵬的距離不過幾丈遠 五個人同時停下腳步 虎視眈眈地看著草鵬裏面那五個人 而草鵬裏面那五個人 也慢慢站起來 慢慢走出來 這五個人 圍首那個 是一個赤裏著上身的年輕人 左手的手臂那裏 紋了一個張牙舞爪的老虎圖案 那個年輕人的臉都白白了 但沒有一個人敢小看他 而其他四個年輕人 都是穿著一身白色的衣服 跟在虎文青年的身後面 這四個人神情陰冷 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背部斜斜地插著一把劍 那很顯然 他們四個都是極厲害的劍手 只見那個虎文青年擔高頭 慢慢說 這麼多年來 在這個通仙之寵裏面 我過得不快樂 不過幸運 十年前我認識了同兄 雖然我和同兄之間除了喝酒 很多時候都在打鬥 但至少我認識了同兄之後 我的日子比以前過得快樂得多 不過你們殺了同兄 既然如此 也只能拿你們的命去補償 說到這裏 那個虎文青年的語氣 越講越凌厲 簡直是喝出禮 零樂宇輕輕笑一笑 走前一步 對著那個虎文青年就說 其實我們也不想殺同江海 但無奈 他一定要殺我們 我們不想被人殺 所以只能選擇殺了他 那個虎文青年領領頭 語氣稍微緩和一點 嘆了一聲就開始說 唉 你們也是 同兄要殺你們 你們就伸長一條頸 等死就是了 何必還手呢 而就在這個時候 陳空忽然好像想起什麼 面色突然一變 雖然變化很輕微 不過距離太近了 這個神式的變化 那個虎文青年也觀察得到 他笑一笑 對陳空說 看你的樣子 你應該知道我是誰 陳空向後退了兩步 在下 確實是想起一些事情 二十年前 武林之中 有幾個非常結出的年輕人 四人結伴行走江湖 四人聯手未逢敗跡 就算在二十年前 被譽為是武林第一人的江伊賢 和四個人決鬥之後 都只是平分秋色 不過 那四個人自從那一戰之後 就和江伊賢同時消失無蹤 四個人入面 排名第二的伏虎公子 莫非就是前輩你 哦 原來那個虎文青年 就叫伏虎公子 他咬咬頭 沒錯 正是區區在下 你們殺得到同江海 實力都算不錯 不過既然你們來到這裡 那就只能由我出手 對付你們幾個 現在我們五個對五個 大家都不吃虧 說回這個伏虎公子 在二十年前已經清霸武林 但現在一見仍然保持著年輕人的樣子 顯然他內功深厚 珠顏有術 只見那個伏虎公子 移動著腳步慢慢向前走 他走得很慢很慢 雖然他的樣子看上去很文藥 但每一步向前踏出去 好像都帶著萬斤巨力 又好像帶著無窮氣勢 只見伏虎公子慢慢逼近 那股令人窒息的壓力 也越來越濃烈 那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前文再續書接上一會 話說零樂宇他們 找到水源 同時也找到他們第二個對手 是二十年前 稱霸武林的伏虎公子 這個人確實是比同江海可怕得多的高手 伏虎公子都沒有動手 只是他逼近過來的那股氣勢 已經壓到零樂宇他們幾個幾乎喘不過氣 還有 同江海都區區一個人 而眼前伏虎公子還有四個幫手 那四個白衣人跟著伏虎公子的腳步 也正一步一步逼近 四個人進退之間井然有序 顯然這四個人是非常擅長合作攻擊的 看著他們四個揹著長劍 寧樂宇夠膽肯定 這四個人至少會使一種合擊劍陣 但他沒有時間去研究 因為伏虎公子慢慢伸出了右手 他原本握著拳頭也慢慢漲開 只聽劍撐一聲 幾隻手指頭上的指甲有幾寸長 突然間全部彈開了 發出好像利劍出鞘的聲音 伏虎公子的動作非常輕柔 看上去是很優美 很賞心悅目 一點殺傷力也沒有 之大寧樂宇他們見到這樣的陣勢 馬上飛退幾丈遠 他們很清楚 不可以被伏虎公子貼近 因為那些指甲 只要輕輕在自己的頸上一畫 可能自己就已經伸手而處 一邊退後 秦凌兒已經出手了 手指不斷彈 顏色覺異的煙霧 又帶著伏虎公子飛過去 毒花秦凌兒最擅長當然是毒 五彩斑斓的煙霧 看上去美艷絕倫 實則劇毒無比 而韓少的兩隻手 這個時候也快速地動動 飛刀 飛針 飛錶 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暗器 在韓少的手中激射而出 在後退的那一剎那 至少也有幾十種暗器 在韓少的手中拋了出來 千手韓少 果然也不負千手之名 看著那些殺到埋身的毒霧暗器 伏虎公子的神情非常輕滅 在他身上 突然之間 有一股淡白色的光 將他全全身包到了含曉 只聽到 Arriving 噹噹噹噹噹噹噸噹噹噹噹噹噹… 那些暗器 和白色的光芒一接觸 竟然似如 ambanx sales 發出那些金鐵交激的聲音 幾十種暗器 沒有一件可以打穿那個白色光罩 全部跌現在到地上 人靈而發出的五彩煙霧 吹到無影無蹤 而就在伏虎公子 打算繼續向前走的瞬間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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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見跌在地上 韓少那些暗氣 突然爆開 那幾十塊暗氣 至少爆成幾百塊碎片 舖天蓋地 又向伏虎公子射過去 而陽光底下 隱約可以看到 那些暗氣的碎片上 有些五彩光芒 顯然 秦靈兒那些獨舞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已經黏在韓少的暗氣上 伏虎公子 面對這麽風雲突變的情況 面色也微微一變 身上那些白色光芒 又濃了幾分 而殺雞 亦更加濃烈 那些暗氣碎片 撞在白色光芒底下 再一次無功而返 陳空木亦對望一眼 心裏都很震驚 那些白色光芒 究竟是什麽來的 難道 這就是武者達到先天至境之後 所擁有的光芒 據說 武者達到後天巔峰之境 全身的經脈打通之後 就會有一個極大的轉變 武者內練的一口氣 外練的筋骨皮 後天巔峰之後 身體會慢慢由後天轉為先天 身體會不斷地被強化 被提順 雜質會慢慢被排出來 等身體到達一定程度之後 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 護身的氣流 這些就叫做先天剛氣 同時 你是否擁有先天剛氣 亦是衡量著一個武者 是否達到先天之境的標準 不過 提順這個過程實在太過漫長 你作為武者來說 楊壽是有限的 武林內 別說達到先天之境的高手 就算是達到後天巔峰的高手 那麼多年來 都沒有再聽說過 一般來說 你可以去到後天巔峰的武者 有百多歲的命已經很不錯 但是 你去到先天之境之後 仇命 至少會延長百年 而根據寧樂宇所知 武林內 最後一個出現的先天之境的高手 已經要追溯到五百年前 而那位先天強者 據說 有二百三十八歲 看看眼前這個伏虎公子 竟然似乎有先天剛氣互生 他還這麼年輕 有什麼辦法不令人震驚 不過震驚過後 寧樂宇馬上冷靜下來 因為他看到一個細節 那些爆裂的暗氣碎片 和伏虎公子身上 那陣白色光芒組成的光罩 接觸了之後 輕微地訪一訪 看到這樣的情境 寧樂宇終於鬆了一口氣 他笑一笑 跟大家說 哼 看來 這些白色光芒 並非先天剛氣 應該是一種近乎於先天剛氣的武功 如果不是 但憑暗氣爆裂產生的碎片 絕對無法陷動真正的先天剛氣 聽到寧樂宇說 伏虎公子身上 那陣白色光芒 並非先天剛氣 目逆他們也沒那麼害怕 這樣也好一點 如果那個伏虎公子 真是去到先天至境的高手 但憑我們幾個人 根本不可能取勝 等待我們的結果 只有一個 就是死亡 誰知寧樂宇話風一轉 又繼續說 雖然 那些並不是先天剛氣 但是我們想取勝的話 難度都非常之大 何況 伏虎公子 還有四個幫手在身邊 陳匡打了個特 跟寧樂宇說 寧公子 由你去對付那個伏虎公子 會有幾分把握呢 寧樂宇笑了一笑 跟大家說 我先拖著這個伏虎公子 你們先對付那四個白衣人 記住 那四個白衣人 應該擅長合擊之術 最好 將他們分開 目逆陳空幾個咬咬頭 兜過伏虎公子 就向那四個白衣劍手撲過去 就算是最好 說回寧樂宇他們五個商量對策的時候 那個伏虎公子 都很大度 沒有繼續向前走 也沒有趁這個機會出手偷襲 只是靜靜地站在不太遠的地方 顯然 這個伏虎公子也是光明正大之人 同時 也是對自己顯示出十足的信心 因為他根本沒有必要去偷襲 也不褻去偷襲 當然 距離這麼近 寧樂宇他們說話的內容 伏虎公子也聽得清清楚楚 不過 伏虎公子他沒有太大反應 只是笑了一笑 你們說完廢話了沒有 就憑你們 都想對付我們 他又看著寧樂宇說 你說 你要拖著我 就憑你 我都想見識一下 你一個人 憑什麼可以拖著我 寧樂宇沒有再說話 笑一笑 慢慢地就向伏虎公子走過去 一邊走 寧樂宇就伸手入懷裡找東西 手一抽出來 一搭 手掌那麼大的棋子 就出現在寧樂宇的手裡 只見寧樂宇的手輕輕一拼 那些棋子 就井然有罪地一枝摺一枝地扔到地上 伏虎公子看到寧樂宇這個起手就皺一皺眉頭 蛤 震棋 震法 雖然伏虎公子不信寧樂宇可以佈置出什麼震法困得住自己 但是 如果被他佈成震法的話 要闖震也比較麻煩 所以 伏虎公子唯有先出手 只見他身形一晃 移動之間 連空氣都產生氣流 好像閃電一樣逼近零落雨 他速度那種快法 就算比起以速度成名的陳空來講 亦都不枉多樣 只不過 陳空如果是清風一流的話 伏虎公子的身形 可以算得上是風捲殘留 就是這麼狂東西 這麼勁力十足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第21集 公深為上破劍震 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伏虎公子 見到零落雨 拿陣旗出來準備佈陣 於是馬上迫近零落雨 他的速度那種快法 就算比起以速度成名的陳空來講 亦都不枉多樣 只不過 如果陳空可以比作是清風一流的話 伏虎公子的身形 就是風捲殘留 就是這麼狂東西 這麼勁力十足 短短幾丈遠的距離 眨眼就到了 伏虎公子一爪 向零落雨爪過去 就如同他的身法一樣 伏虎公子這一爪 仍然都是這麼狂暴 那麼順猛 那爪劃過空氣 亦都發出 切切聲的破控制性 以零落雨 那麼單薄的身軀 可能也不用這一爪 直接命中 只需要被那些爪風劃過 零落雨都會被惹到枝離破碎 伏虎公子這一爪越來越近 一尺 半尺 五寸 這一爪很快就會滑過零落雨的身軀 而這個時候 零落雨仍然都是不閃不秘 繼續在佈置他的陣法 眼看著這一爪 就來打中零落雨 伏虎公子心想 這個年輕人 還以為他真的有什麼 那麼厲害的本事 原來也只不過是一隻紫老虎 他又想了 五個人入面 我唯一看不透的 就是這個年輕人 怎麼看他也只不過是普通人 但如果是一個普通人的話 又怎有可能通過接隱山莊 進來這個通仙之寵 只要他死了 其他四個根本就不足為患 自己完全有把握 輕易殺了其他那四個 哼 原本以為 他們既然能夠殺到同江海 自己要殺他們幾個 都還要花點功夫 想不到那麼簡單 看來 自己也有機會 進到下一層 學習更加高深的武功 想到這裏 伏虎公子這一招 亦都滑過寧落雨的身軀 輕輕鬆鬆 一點阻礙都沒有 輕鬆到 好像前面根本就沒有東西一樣 伏虎公子意料當中的鮮血非淺的場面 沒有出現 碎肉橫飛的場面 同樣也沒有出現 伏虎公子心裡知道不多對老了 就打算向後退 不過 就跟之前韓少打零落雨的情況一樣 由於突然間打空了 再加上慣性的緣故 伏虎公子的腳步 不由自主地向前踏了一輩步 只是一輩步 而就是這一輩步 令伏虎公子面前的景色大變 這裏 已經不再是荒野 這裏 只有無邊無際的大海 眼前一片蔚藍色 藍色的天 藍色的海 我們經常說退一步風平浪靜海闊天空 但是伏虎公子已經退了三步 但仍然是風不平浪不靜 他只覺得那些洶湧的海浪 一浪接一浪 不斷打過來 雖然伏虎公子 是很武功 但是 在大自然的力量底下 人力 終歸是有限的 在大自然底下 人 是幾個渺小的存在 伏虎公子 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 鎮定點 鎮定點 是環境 眼前這些都是幻覺 我現在 應該在那個死小子的陣法裏面 雖然這樣不斷提醒自己 但是在大自然巨大的力量底下 伏虎公子仍然是覺得 有心有餘貴的感覺 不過 他很快就冷靜下來 既然自己身處於陣法當中 任何陣法都有陣心 即是一個陣的核心 你只要找到那個核心 破壞他 自然整個陣就會瓦解 就可以出陣 伏虎公子 小心翼翼地 開始在這個陣法裏面 慢慢摸索 伏虎公子在這一邊 慢慢破陣 哪邊相 陳空木翼他們四個就和四個白衣劍手 鬥到熱火朝天 無論木翼他們怎樣搶攻 那四個白衣人就是不分開 四個人手上的劍 急速揮舞 在四個人的周圍 一度一度劍光 不停地閃動 四度劍光 好像一個光球一樣 就把四個白衣人戶在中間 而木翼這一邊 秦靈兒 韓少 一個洗毒 一個用暗器 都是遠程攻擊的 隔成幾丈遠 不停拿那些五彩斑斓的煙霧 那些又細又奇形怪狀的暗器 就對著四個白衣人所處的方向急速飛過去 陳空木翼就牽制著四個白衣人 每當那四個白衣人 打算移動方位 靠近韓少巡靈兒 都會被陳空木翼擋住 緊接著 就被韓少巡靈兒的暗器獨磨迫走 這一波四對四的團戰 戰況可謂一邊倒 那四個白衣人 雖然他們的合擊劍陣 奧妙無窮 但是畢竟 只能近身攻擊 沒有辦法靠近主攻的 韓少巡靈兒完全在被動捱打 只不過 暫時 韓少巡靈兒 都沒有辦法可以突破到四個人的劍陣防守 傷到他們 不過照樣打下去 如果這四個白衣人 沒有其他更加驚人的技業 就已經輸了九成 靈樂宇又慢慢走過來 看著幾個人的前兜 嘆了一聲就說了 四大殺手 聯手果然非同凡響 就連這幾個實力超群的白衣人 在四人聯手之下 根本沒有機會 只能被動捱打 看來 我果然沒有選錯人 一邊說 零樂宇 一邊走向幾個人的戰鬥區域 又是大聲叫了 韓兄 秦姑娘 不要再留手了 速戰速決 聽到零樂宇的聲音 又見到零樂宇的神識很從容 正在防守的那四個白衣人 明顯就吃了一驚 你 你為何會沒事的 虎爺呢 零樂宇淡淡一笑 用手向著伏虎公子所在的方位 輕輕一指 虎爺 伏虎公子是嗎 放心 你們虎爺神通廣大 肯定不會有事 只不過 你們虎爺貌似有點貪錢 就因為跌了一頂金元寶 你們虎爺打死都不肯跟我動手 都要找回那頂金元寶 你看 他在那裡找金元寶 四個白衣人很生氣 不可能 虎爺怎會是這樣的人 雖然是這樣 不過四個人仍然情不自禁地順著零樂宇的手指方向望過去 而這個時候 伏虎公子的姿勢就不太好看了 半趴半蹦地在地上不停摸 我一直在找陣法的核心 雙眼也微微合起來 因為伏虎公子知道 在這個陣法裏面 雙眼看到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 只有完全憑著自己的感覺 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核心 不過 那四個白衣人是不知道伏虎公子身處陣法裏面 也不知道伏虎公子現在在做什麼 他們只知道伏虎公子蹲在地上 不知道在找什麼 難道伏虎公子 真的跌了金 他真的在找自己不見了的金元寶 絕對不可能 虎爺這樣做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四個白衣人 看到伏虎公子這樣的情況 張大嘴唇一面惡然 心裏胡思亂想動作自然也會慢了一慢 原本防守得滴水不漏的劍震也出現一絲漏動 韓笑秦玲兒目逆幾個 何許人也 殺手來的 而且還是最厲害的殺手 作為殺手 很多時候 為了刺殺一個人 可以等很久很久 只是為了找到最佳的刺殺時機 現在 有一個這麼好的時機 四個人 當然不會放過 所以 幾乎是同一時間 四個人同時出手 韓笑兩隻手急速揮動 純色之間 至少有上百點光芒 從韓笑手上擊射而出 其中更加夾襲著幾點淡淡的 墳海獨特的光芒 跟其他暗器不同 那幾點淡淡的光芒 好像有生命似的 是控衆不停轉換方向 而每一次方向變動 都欺負到好處 可以以最簡潔最直接的方法擊中敵人 而且被敵人發現的機會也是最低 秦玲兒方面 她噴射出來的五彩煙霧當中 亦夾襲著幾絲很淡 可以算得上是無色無味的細煙 這些應該就是秦玲兒的殺手間 而陳空身形急閃 化作一道清風 急速向四個白衣人衝過去 木翼又是擺出那個奇怪的姿勢 手上亦有一絲光芒若隱若然 四大殺手 四樣絕技 趁四個白衣人分心的那一瞬間 每個人 都拿出自己最強的絕技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